康瑞颱風夾帶強風豪雨 在臺灣各地造成災情 可以看到就連臺北市南港區的 CityLink的大樹爺爺都遭波及 被強風吹走 不過有網友爆料 事發當時有工作人員被強風 連人帶樹吹上天 頭部著地重摔 控訴商場內部人員做事不管 質疑流程有問題 事後家屬也控訴業者身影 更是最近才知情 緊急將傷者送往醫院急診 而且做完相關檢查後 發現他的頭部背部挫傷 而且必須要觀察三到四天 目前人需要注意 是否會陷入昏迷 至於媒體求證工作人員 則回應 由於是假日客人眾多 不清楚事件細節 因此是無法回應的 只是爆出員工被吹上天 後腦著地 管理層的冷漠態度 引發安全隱憂 民眾恐怕也會認為 此舉會造成未來更多隱患 於是假其他人不擅長 在等待向 tale 人們 等待